不要再说保养是女孩子们的专利了 现在很多男孩子都非常会保养 那其实要说到影视红星里头 哪个是有那个迷人电眼 而且呢 又是保养都非常好的呢 我也想到张智霖 张智霖她的保养真的是一决 所以今天我们就向她讨笑一下 智霖啊 今天我们就要大谈一下 你的保养心得了 你肯定是很有很有办法的 没有 我最主要就是 我觉得在吃的东西那边比较重要了 你吃什么你就会表现什么出来 所以我吃的时候 也不会吃太刺激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运动也很重要 运动的定义就是要流汗吧 流汗就是对你的毛气孔啊 那些都会很好 那运动一般会选择什么类型的运动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 保持你的心跳的那些卡迪欧 大阳运动是最重要 如果你真的要消脂的话 其次就是那个 柔软的程度 这个很重要 对现在我们来说 我常常也会做瑜伽 去去拉拉筋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都蛮大压力嘛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说就是很有迷人的电眼 你认同吗 很多人说你有迷人的电眼 我没有故意啊 我觉得演员 眼神 我是用眼睛去交流 很基本的一个沟通 所以尤其是做 在荧幕上跟观众去沟通 很大部分就是靠眼睛 那眼睛的保养上面有没有一些小窍本可以告诉我们的 就是很多 我最近发现就是 首先你就是不要过度用眼 可是现在拍完戏拍完一场戏 可能休息休息十分钟 大家都会拿手机出来玩 然后不停的去刷 其实我觉得晚上想再想一想今天做过什么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让自己的眼睛去收洗过 平时亮亮我知道她是特别喜欢爱美的人 在保养方面你们两个会不会有交流的 她也不是很爱美 就是她是蛮自然美的啊 所以我非常欣赏她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态度 你今天学到了多少呢 你正在收看的是 CE Fashion